在古建筑群里逛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历史建筑 石板路 传统手艺 让人仿佛穿越到了清朝时代 与此同时 这里还紧跟时代潮流 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 古与金的融合让人不禁好奇 现代人在岭南新天地里走一圈 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事 走 一起去柳湾 这是霍尔沃 是岭南传统民居的代表 这些是佛山剪纸 这些可爱的石头都源自于佛山的龙诗文化 这个是月饼 中秋节快到了 是应该买点月饼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这个包装还挺好看的 有五龙 还有广秀 是佛冰的月饼 不知道好不好吃 走 实地看看 佛山宾馆制作月饼有超过40年的历史 是一家佛山老字号 之前就听佛山的小伙伴们说 这里的月饼在中秋节的时候 要排队才能买到 现在还早一起去看一看 今年的月饼怎么样 走 五人月饼 莲蓉蛋黄月饼 大家应该都见过 但这个居然是五人咸蛋黄的 你好 要不要试一下 可以吗 这个月饼叫做奔上月 是我们酒店首创的一款月饼 这款月饼佛山人叫它做三针海味月饼 我们三针海味里面刚才说的海鲜 就是我们的瑶柱跟香笔这种的海味在里面 它的灵魂就是有柠檬还有那个橙皮 把这个肉的香味把它调出来了 所以整个口感咸中带甜层次感非常的重 是我们适合潮流联名款的月饼 这款月饼有三种的口味 一种是低醣联容月饼 另外一种就是流星黑松露月饼 另外这个是我们在佛山传统美食 牛乳的基础上创新的一款牛乳果仁月饼 你试一下 吃下去是不是有隆隆的牛奶的味道 还有一些果仁的味道配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浓郁 佛山宾馆的月饼不仅好看好吃 就连月饼盒的设计也特别独特 看剪纸 广秀 省尸 龙舟 好多佛山的传统文化元素 在月饼盒上都有体现 诶 这样都给你发现了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剪纸不是一般的剪纸 它是由佛山的剪纸工艺大师 陈永才专门设计的佛山秋色图 而这个图跟我们酒店大堂的剪纸壁块是一样的 每一个带着地方特色的中秋月饼 都是人与故乡的深厚连结 提起月饼 佛山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涌现的就是佛冰月饼 佛山人不仅在这里做食客 做东甲 作为日常生活里少不了的活动地标 佛冰早已深入当地人的故乡记忆 成为佛山意景 传统文化不仅融入在佛冰月饼中 更融入在佛冰的每个角落 发扬传统走向未来 立足佛山 佛冰积极利用自身优势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交流与发展 我可拎着满满当当的月饼礼盒回家啦 这里的月饼抢手得很 快来预定吧 圆圆满满过中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